眼前浮现蓝西辰温文尔雅的脸,蓝启仁那一脸的正直模样,魏无羡在心中呵呵一笑,下山之后,他的鬼物们不断传回情报,当年蓝西辰积极支持金光瑶上位后,投桃暴力,云深不知处也得到了先都金光瑶的大力支持,果然是双赢啊! 为了家族利益,无视无辜者的生命,颠倒黑白,罔顾正义,果然是好一群君子! 挥手撤去结界,见蓝旺姬似乎还没有醒,心里不由好奇,这蓝旺姬前世对自己冷言冷语,不管从哪里都看不出对自己有什么爱慕之心,今世如此缠着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? 这是受了什么刺激才变成这样的?魏无羡目光闪烁,伸出左手,一缕黑气在指尖探出旋转,他很想看看蓝旺姬的记忆。 但是,这样趁人之威似乎不太好,特别对象还是蓝旺姬,魏无羡有点犹豫。 蓝旺姬其实在魏无羡起身时就醒了,他的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,偷偷看着魏无羡,见到魏无羡指尖缠绕的黑气,他自然知道是什么。 在一程,魏无羡曾当着他的面,用着黑气与阿金共情。 蓝旺姬心生期盼,他一向不善言辞,无法告诉魏无羡自己对他的那份情,若是能共情,魏无羡自然能够感觉到他的情意。 他装作睡着,不动声色。 许久,魏无羡似乎终于下了决定,站起身,左手指尖的黑气缩了回去,不见了。 只见魏无羡一步一步走向房门,然后打开门处去了。 蓝旺姬睁开眼睛,略觉沮丧,他感觉这样下去,他永远都走不进魏无羡心里。 而且,他从魏无羡的话语中,能够感觉到魏无羡对姑苏兰氏绝无好感。 看来有些事,是时候做出决断了。 早饭后,魏无羡和蓝旺姬一起到了城中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,这是聂氏的产业。 聂怀桑已经在厅中等着他们了。 没有寒暄,魏无羡直奔主题,道、聂凶、赤丰尊的遗体除了头部,其他都找权了。 蓝旺姬伸手拿出了装有尸块的丰厄乾坤袋,放在了桌案上。 丰厄乾坤袋上贴了魏无羡化的符咒,暂时震住了这些怨气十足的势快。 聂怀桑看着袋子,眼圈发红。 魏无羡道,赤丰尊的头部藏在金灵台上。 这是女鬼阿红潜入金灵台传回的最重要的消息之一。 聂怀桑道,金灵台那么大,金光瑶一定是把大哥的头颅藏在极其隐秘之地。 我也怀疑过大哥的部分躯体应该藏在金灵台,也找过,可惜这么多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 现在要如何才能找到大哥头颅的确切所在? 魏无羡道,不用找,我收到的消息,赤丰尊的头颅就藏在芳菲殿密室内。 聂怀桑道,那芳菲殿密室的入口定然极其隐秘, 怎么才能在不惊动金光瑶的情况下? 先发智人,拿到我大哥的头颅。 魏无羡道,赤丰尊的头颅被符咒封住了五感, 你只需将赤丰尊师身带入金灵台。 我会设法除去符咒,赤丰尊自己就能感应到头颅所在, 他自己会进入密室,找到头颅。 灭怀桑道,此寂妙极,到时候我大仇地报,为兄义能喜涮沉渊。 魏无羡道,你最近就做得不错。 聂怀桑道,小弟也没有别的本事, 也只有写个话本,造点舆论, 替魏兄分辨明白当年旧事。 两人相顾而笑。 一旁的蓝望几乎道,还有金子勋。 魏无羡愣了一下道,什么? 聂怀桑其人却是十分通透,道, 魏兄,当年围剿你的主要原因便是金子勋之死。 而这一切都始于穷奇道截杀。 韩光君可是找到了什么证据? 蓝望几道,千疮百孔咒。 聂怀桑问道,何解? 蓝望几道,施术者若死,咒术自然消失。 聂怀桑豁然道, 韩光君可是见过金子勋尸体。 魏兄去世后,金子勋身上的咒术并未消失, 所以,施术者另有其人。 蓝望几点头道,叶烈,问灵, 偶然发现,咒术并未曾消失。 聂怀桑道,若不是魏兄,那会是谁? 蓝望几道,得力最大者。 聂怀桑道,当年一次截杀, 除去了金子勋,金子勋两个嫡系子弟。 得力最大的自然是金光瑶, 所以,不必说出, 这幕后之人必有金光瑶的一份。 金光瑶自然不会自己亲自施咒, 那么施咒术的必然是他的亲信。 聂怀桑略意思索道, 莫灵苏是苏舍, 就是不知怎样才能证实。 蓝望几道,反噬。 聂怀桑道,恐怕很难看到。 对了, 杭光君, 这金子勋的尸体。 蓝望几道, 我藏在一文妥之处。 聂怀桑道,蓝宗主, 蓝望几垂下眼帘道, 兄长并不知。 当年金临台上, 他亲口告知蓝溪辰自己想把魏英带回去, 藏起来。 他兄长很清楚他对魏英的感情。 他从乱葬岗回来后, 也告知了兄长叔父。 乱葬岗上只有五十多老弱妇孺, 可是结果如何? 他的兄长是同意围剿乱葬岗的决策者之一, 而他的叔父则亲自带得对。 聂怀桑呼道, 韩光君, 能否回避一下? 我有些私话想与魏兄说。 蓝望几看了两人一眼, 默默地出了屋子。 魏无羡惊讶道, 聂兄是有什么机密之事吗? 聂怀桑沉默片刻道, 不是什么机密事, 这是我想了许久, 觉得还是应该让魏兄你知道的。 魏无羡道, 什么事? 聂怀桑道, 不知魏兄可还记得当年的不夜天。 当时魏兄是怎么离开的, 不夜天你可还记得。 魏无羡道, 我当时失去了神识, 醒来时便在怡陵乱葬岗下, 我以为是自己走回去的, 难道竟不是? 聂怀桑道, 当然不是, 是韩光君救了你, 送你回去的, 并且因此打伤了33位长辈, 后来被罚了33戒鞭。 你被围剿时, 他正被罚, 被关禁闭, 这消息蓝师瞒得极紧, 可当时被打伤的有33人, 这人一多吗? 秘密也就容易被打探了, 毕竟不是每个人的嘴巴都那么严的。 魏无羡一惊, 33戒鞭。 普通人, 挨上一戒鞭就已是痛苦万分, 33戒鞭, 那根本是往死里打。 聂怀桑又道, 他闭关三年, 与其说是闭关, 其实是在养伤, 也是在被关禁闭。 三年后, 他伤愈, 解除了禁足后, 便常年夜裂在外, 很少回云深不知处。 说是逢乱必出, 其实每到一处除碎, 必要问灵, 寻找你的下落。 魏无羡只觉心里酸酸的, 丈长的, 他从不曾想到, 蓝忘机会为他做这些。 聂怀桑又道, 在外人眼中, 他是高高在上的姑苏蓝氏二公子, 其实在兰家, 他不过是个无权无视的第二公子罢了。 这十三年来, 他凭一己之力寻找你的下落, 动用不了家族的一丝一毫人脉, 即使是钱财, 虽可知取, 但若是知取数额大了, 仍是会惊动蓝熙辰, 而只要蓝熙辰知道了他在做什么, 那么, 魏无羡自然知道, 以蓝熙辰与金陵台上那位的关系, 自然是蓝熙辰知道了, 金光瑶便也知道了。 聂怀桑道, 他与我不同, 我虽无能, 但我是聂氏宗主, 聂氏有忠于我和我大哥的人可以用。 魏无羡沉默不语, 养酒之后, 轻轻一探道, 他能信得唯有自己。 蓝忘机毕竟是不同的, 他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, 实则, 为家族利益是图的伪君子是不一样的, 他的心中亦有大道, 亦能为此百折不回。 此别聂怀桑, 魏无羡走到厅外, 看到站在院子中桂花树下等待的蓝忘机, 白衣飘移, 身子挺拔, 阳光透过树叶射下来, 在他身上形成了斑驳的树影。 魏无羡一时有些恍惚, 蓝忘机看见他, 眼睛发亮, 滴滴道, 魏英。 魏无羡回过神来, 快步走到蓝忘机身边道, 蓝战, 我们回去吧。 一路无语, 蓝忘机觉得魏无羡似乎心事重重, 道, 魏英, 可是出了什么事? 魏无羡抬头看向蓝忘机道, 没有。 蓝忘机沉默片刻道, 魏英, 我在。 魏无羡呼觉鼻子发酸, 抬头看到街边有卖花灯的小摊, 拉住蓝忘机道, 蓝战, 我们去买个花灯吧。 蓝忘机滴滴道, 好, 两人来到小摊前, 魏无羡挑了一阵, 道, 就这个兔子灯吧。 蓝忘机的心呼地砰砰跳了起来, 很久以前, 魏无羡曾经送过他一对兔子, 只见魏无羡笑得眉眼弯弯, 拿过兔子灯, 举到蓝忘机面前道, 蓝战, 送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